叫做凭空捏造恶意造谣 我们都已经去相关都查证过了 对凭空捏造恶意造谣 我们如果再不出来澄清 就会让很多的这些见缝插针者 很多造谣者再次得诊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不断的隐忍 不断的呼吁 希望大家不要再恶意造谣 不要再凭空捏造 如果凭空捏造恶意造谣 得力的是谁 我们是要把造谣者一定要找出来 我们跟猴团队是完全整合在一起的 完全整合在一起的 大家也不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见缝插针或制造矛盾 那我们一定是全力的 支持我们党提名的候选人 完全整合在一起 不管是党中央或地方党部 或者是智库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一定是全力的来支持 完全的整合在一起 如果这是一个电影情节的话 我们尊重编剧所有的编剧 但是跟事实是完全不符 所以我作为党主席 就像总教练一样 所有该做的工作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那至于未来 我们竞选总部怎么样是组织架构 我们一定会跟候选人 还有我们所有团队 大家一同讨论 把队伍整队好 更多的优秀的人才来加入这个团队 我觉得郭董事长对于两岸和平的重视 的确让我们大家非常的佩服 我也相信 郭董事长是我们蓝军重要的资产 他最后一定会如他所说的 来全力的支持侯友宜 全力的支持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们已经交给我们的 姓平委员会 还有我们的考计会来处理 我一切就尊重相关的程序 以及相关的证据 那又有人说是现在可能要不予提名 或是在党计上面要继续主奔 最严重的可能到什么 我现在通通都是尊重我们的 申诉委员会跟考计委员会最后的决定